好多人呐 余大人 我是回海县 我们哪里死的好多人 请您救救命 余大人 俺是大明府大明县的 俺们大明县 您去了吗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饿死 你一定要救救乡亲吧 大人 救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大人救救 直立的灾情我们都了解了 回去等到户不服役之后 赈灾的粮食 很快就会拨下来 余大人请放心 老乡们 我这就回去 向皇上禀报 你们再等等 再等等 再等下去 再等下去 还曾放凉 已成功 要干什么 我要开仓风扬 你不敢 余大人 你可知道开仓风凉的后果 于大人 撕开皇家粮仓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我既然敢开仓放凉 我就没打算要这个脑袋 向前吧 和我一起去长坪粮仓 好 拾皇 拾可恶 拾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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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于大人 董大人 苍大使 请把粮藏的钥匙交给本军府 我于成龙今天开仓放粮 与你无任何干气 是 于大人 在哪里 由大人 谢谢大人 伏伦大人 出大事了 怎么了 那于成龙居然私自下令 打开了保定的皇家粮仓 什么 于成龙把保定皇家粮仓的粮 私自发放了 是 这还了得 这还了得 走 你们俩跟我一块去见明相国 这还要是 谢谢人家大人 来 来 大家都别着急 人人都有事了 来 来 不要忙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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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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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忙 来来来 来来 明相国 俞成龙私自开仓放粮 那可是死罪呀 明相国 要想彻底扳倒俞成龙了 现在是个难得的机会 奏折卑职都写好了 我们到皇上那儿 好好地参叹一班 明相国 曲大人言之有理 本不该让俞成龙来直立 可当初我们没能阻止得了 现在机会来了 皇上要不要他的脑袋 那由不了我们 但参叹私放了黄粮 准宝一奏一个准 张大人怎么不说话 下官 你看啊 你跟这俞成龙 既是同窗又是同乡 你们又在福建一起围观 想必你对俞成龙是了解的 所以我想听听 你对俞成龙在开仓放凉 这件事情上的看到 要不偏不倚 公平公正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当然了 我知道 你和俞成龙之间有一些恩怨 但是平心而论 当时俞成龙菜参你的时候 他既没有对你落井下石 也没有对你过分的袒护 我说得没错吧 没错 那你说说看 正如二位大人所言 此番俞成龙私自开仓放凉 与礼与法都当以重罪处置 更何况 他还无视朝廷派去的钦差 居然当着钦差大臣的面 下达了开仓放凉的命令 如此种种行径 参谈一本 可以说 一点都不过 不过相国 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我们不得不考虑 什么特殊情况 直立的灾情 直立的灾情 可以说是百年不遇 我们所到之处 荒灾遍野 也赤地欠你 到处都是饿死的人呢 怎么不说了 下官在想 两者相比孰轻孰众 但就开仓放凉这件事情 能惨得到余成龙吗 张大人看问题 就是入目三分哪 明相国 单独就开仓放凉的这件事呢 余成龙自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决之为民 一路到底 哪怕杀头都不为过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要是从为民请命 救民于水火之中 这个角度来看 这余成龙不但没有过 而且他有功啊 明相国 再怎么说 余成龙他这回也是抗旨不尊呢 我倒觉着 这余成龙所作 正是皇上之所思啊 相国明鉴 明相国 难道我们就这样轻易地 不要多言了 先听明相国的 佛罗文 卑职在 在余成龙开仓放凉的这件事情上 你不但不要参 而且还要多跟皇上买颜胜几句 卑职明白 我今天有点累了 你们先回去吧 下官不可下官公司 下官公司 许久万 你来一下 张大人 请 相国 酒万啊 殿下我们最应该提防的 就是你在直立身边的这帮贪官污吏们 在这个结构眼上 切不可让他们出事 更不要让他们给我惹事 下官明白 还有 余成龙的那个小舅子 刑家梁 你们都给我离得他远一点 他毕竟是个商人 接触的太多了 会坏你们的事的 下官记住了 成龙啊 开仓放凉这件事 是你围官以来 干的最危险的一件事 对 当然 也是罪得人心的一件事 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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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先生都在啊 这位就是直立寻道 容善容大人 下官见过余大人 容大人好 容大人好 听说余大人不顾个人安危 顶着钦差大臣的压力 毅然决然地开仓放凉 便不顾病体上位痊愈 匆匆地赶来了 董大人 董大人 过奖过奖了 老夫其实是在家里坐不住了 容大人回来就好 正好有一件事情 需要容大人亲自去处理 无论什么事情 辅台大人尽管吩咐 直立灾情百年不遇 今明流离十足 饿飘便宜 但是有些官员不思政绩 不顾百姓死活 却只在个人享乐 会有这种事情 当然有 大明县仅一个村子 就饿死了四十八人 而大明之前赵吕谦 却在那里大吃而喝 这还了不得 容大人 你速速前往大明调查 好好地给我查一查 大明县的赵吕谦 下官即可去办 容大人 为了不走路风生 你此方前往大明 先秘密调查 下官明白 于成龙私自开放皇家粮仓 他怎么有 如此大的胆量啊 起座皇上 是因为 朕没跟你说话 朕 在自己问自己呀 直立 七到六周三厅十一府 没有一处没有闹过计划 没有一处没有饿死过人 上一任巡抚在临死之前 已经向朝廷揍过了 为何迟迟不落实啊 非要等着死了人 才可以解决吗 朕现在才看过他们呀 满朝文武 只有他 只有余成龙一人敢为民尽力 也只有余成龙一人 不怕丢掉脑袋上的乌纱帽 也只有余成龙 敢与朕通心通德 不怕 明珠 佛伦 取九位 当初你们反对余成龙到直立来 要不是陈廷静坚持 朕 差点就听了你们呢 皇上圣明 奴才愚顿失察 奴才知罪 你呀 你就跪着 在这里 алось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